这个女人年薪百万 却只用每天逛商场 女人不停的在人群中寻找猎物 看到合适的小姐姐 就会立马上前搭讪 我们现在是在找一个 就是身高1米63到1米72之间的一个 身材特别好的一些优秀女孩子 因为她挑人的标准实在太高 所以一般的美女她根本瞧不上 但是很快 一个粉色衣服的美女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你是什么雪莉 听到美女只是个中专学历 女人十分客气的结束了对话 但转头就给记者说道 随后记者来到了女人的公司 近距离的观察 她们接下来的工作 看到如此美女都只凭了一个B级 一旁的记者忍不住开口询问 她的一个感觉就是装扮啊什么的 虽然很时尚 但是她的一个五官笑起来 然后我觉得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让人看着特别特别舒服 没有合适的那就继续找 女人的公司总共有200名婚恋狗仔 她们工作在四个不同的城市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土豪找到媳妇 很快就又得到消息的女孩前来面试 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 面试终于结束了 记者好奇的问她 女孩是否通过 那对男士的要求也会这么高吗 对男士没有要求 对男士我们其实没有要求 其实有的时候 皮肤啊什么的 其实不是在男性里面 不是重要的一个 对考量的一个 对对对对一个标准 土豪可以花一百万 请一队人马帮自己找对象 但这个没钱的男人 想找个老婆却是千难万难 长生一般嘛 就是带人公司实在一起 尽管他对立一半 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但由于他没房没车 不管在哪都不受代价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北京 但在他老家的山村 老婆是比工作 还要更加稀缺的资源 而这也成为了 东明母亲的一块心兵 每每谈及此事 就不禁老泪纵横 俗话说的好啊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刚快到北京的东明 马不停蹄的来到了一家婚介所 在登记完基本信息后 东明花了十块钱 拿到了一位女士的电话号码 他迫不及待的拨通电话 可当对方得知他不是北京人后 二话不说就拒绝了他 东明不愿意放弃 又报名参加了一场相亲会 但形势却对他越来越不利 到2021年 中国的试婚甚难 已经达到三千万之多 而没钱没房没户口的东明 又该如何才能找到老婆